官宣 Star & Chase计划增持广汽飞客25%股份 在华新战略规划将于3月1日公布 月日集团宣布 将其与广汽集团合资公司 广汽飞客中的持股比例由提升至 广汽集团与已同意交易的相关手续 但仍需经监管部门批准 集团表示 作为公司将于月日宣布的战略计划的一部分 这是使中国业务合理化的第一步 自集团成立之日起 就将中国市场视为重要的战略性市场 并针对其在中国市场发展制定了全新战略规划 王超对记者说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 颁布了针对汽车产业的全新监管架构 即从年月起取消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 从而使这一改变成为可能 广汽集团和集团将继续紧密合作 充分挖掘品牌未来在中国的商业潜力 提升其在华业务盈利水平 公开资料显示 广汽飞客拥有长沙和广州两大工厂 年产能总计可达万辆 而年广汽飞客全年销量仅为万辆 产能利用率仅为 目前 广汽飞客广州工厂已经停产 其车型将全部由长沙工厂生产 实际上 广汽飞客也曾拥有辉煌的过去 年 广汽飞客国产化项目落地 年 广汽飞客迅速推出指南者自由光 自由侠三款新车型 当年累计销量万辆 同比增长 此后的一年 广汽飞客迎来了高光时刻 在品牌全年没有新产品投入市场的情况下 年累计销量超万辆 同比增长 近一年多来 广汽飞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举措 包括或股东双方议员增资 两个月内进行两次高管换帅等 不过 在汽车分析师任万富看来 频繁的人事调动未必会带来一定成效 而股比调整或可带来转机 广汽飞客合资股比若进行调整的话 或许会给深陷泥潭的企业带来一些希望 广汽飞客近几年陷入亏损黑洞 亏损数额不断扩大 给广汽集团带来比较大的压力 通过改变合资股比的方式缓解压力 应该是广汽集团真实的想法 对菲亚特和克莱斯勒来说 中国市场是无法割舍的 拥有绝对的控股权也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任万富表示